在中国国家队战绩不佳的背景之下 广州恒大在亚冠上的出色表现成为了全国球迷最大的安慰 而为了给广州恒大助威 昨天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来到了天河体育中心 一起见证历史的诞生 这里是天河体育中心场外 广州的新中楼线上 不到五点半的时间 这已经汇聚了大量身着广州恒大球衣的球迷 由于在首回合比赛 广州恒大队获得大胜 这也激发了球迷到现场看球的热情 同时恰逢是国庆假期 也吸引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 到广州来观看恒大队的比赛 所以说现在的广州恒大队 不仅仅是广州球迷系列的恒大队 同时也是全国球迷支持和关注的恒大队 广州恒大在亚冠赛场的出色表现 让他成为了全国球迷的宠儿 而昨天恰逢国庆假期 所以才天河体育中心出现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 我们从一家三个从宁波过来的 昨天下午 昨天中午11点飞吃 然后到四里 专门过来看这场球 从哪里过来看球 从刘宇大连过来的 什么时候到的 今天下午 我们是从江西干来苏起来的 什么时候到的 是今天下午刚刚到 到现场之后感觉怎么样 非常的兴奋激动 中国球迷为广州恒大捧场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在人群里我们还发现了这样一位奇特的外国球迷 因为我喜欢广州队和广州队 因为去年伊迪哈队和广州队踢了 所以我现在喜欢广州队来看他们的比赛 就是你是伊迪哈队的球迷 但是去年交出之后 喜欢上广州队了 今天我鼓励 广州队 球队踢得好 球迷就开心 国庆假期也过得舒畅 广州恒大通过自己的努力 向球迷们传递着一股正能量 希望恒大队可以再接再厉 让亚冠决赛再度成为球迷们的欢乐海洋 我们下期再见